大家好 自从武汉病毒发生以来 有一个声音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和力度 将该病毒与普通的感冒化为一类 其典型的例子就是 美国也发生了流行性感冒 死了很多人等等 以此来减轻人们和社会 对武汉病毒的恐惧和恐慌 而实际上恐慌恐惧 往往是来自于方式 比如隐瞒事实和突发手段 就使得人们眼前一片黑暗 不知所措失去信心而导致的 降低恐慌出发点是好的 但也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次的武汉病毒 因平常我们遇见的流行性感冒不一样 其危害远大于一般流行性的感冒 武汉病毒是一头恶极的大狮子 流行性感冒只是一万只 或者一亿只的小蚂蚁 病毒有可能改变人类和灭绝人类 而流行性感冒呢 它只让你难受一段时间 虽然每年流行性感冒 都会死去很多人 但大多数都是因为感冒 而引起了并发症死去的 所以把武汉病毒 与一般性的流行性感冒混为一谈 是大错特错 别有用心和祸国殃民的 前不久 中国大陆领导人 号召大家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 来治疗武汉的病毒 于是大陆的专家们 就指导大众 说中药双黄联可以抗击和治愈武汉病毒 导致中国大陆上的双黄联 陡然间被销售一空 如果真是这样 这些专家们应该被送上法庭 因为这是在犯罪 先不说制造和发现 治愈武汉病毒的特效药 有没有完成 即便是完成了 它也是要通过大量繁琐的测试之后 才可以实际允用 当然危机时刻也可以有同行用药 但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死马当活马医而已 双黄联只能抗击一般性的感冒 起到通过这个清热解毒 和硫磺解毒完差不多 来达到一些效果 而其实它实际的效果到底如何 也是因人而异 大家只要看看它的成分和功效 就一目了然了 显然这伙专家 这样撒谎和不负责任 是非常显而勇心的 大家完全不必理会他们 令人通心的是 大陆老百姓大部分 似乎都信了他们的谎言和欺骗 这让人不得不想起 大清朝时候的那些大力丸 骗子和被骗者 这么努力的配合 实在是当今社会制造出来的大小话 幼稚和缺乏大脑思考 令人皮笑解飞 现在我来讲讲什么是中医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参考和提示 以免再次上当 首先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中医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古老医学 中医如果有一点点不同的话 大概就是中医的五行理论 但是类似的理论 在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古老医学中 你也能看见一些 那么什么是我们说的中医呢 在疫情文化中 有个五术 五术之一 叫做巫术 中医就是巫术中的一种 真实的中医 70%就是巫术 医学中的巫术 遵行了医学文化的基础 万事由心而发 认为病都是内心障碍不条 而产生的生理反应 所以治病首先要治心 这也是至今为止 有些老中医提倡的 治心病的原因 所以真实的中医 70%是巫术 巫术治的就是心 20%是动作 比如针灸 按摩 推拿 拍打等 它是通过肉体的刺激 达到内心的变化 从而达到治心的作用 是一种配合巫术 70%巫术的手段 剩下的10%是用药 如果说动作 是通过外部肉体的作用 来辅助治心活动 就是辅助前面的巫术 那么吃药 用药 就是通过内在的肉体的刺激和变化 辅助和达到 70%的巫术治心的目标 而治心的原则 是要因人而异 各个人 有各个人不同的反应 对同样的食物 其根源也是不同的 所以因人而异 是中医的原则 多少年过去了 医学文化变得越来越模糊 和不确定 中医也是一样 而因人而异和治心巫术 就是这样 越来越模糊糊糊的 首要部分 许多方法实际上是 巫师自己才知道的 也就是说 中医给人治病 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病理 很多的方式 是由中医本人 来掌握和了解的 不同的中医 有不同的方式 人是治好了 还是治坏了 完全就取决于 这个巫师 或者是这个 中医师 个人的能力和责任心 这种不确定性的医疗方式 显然不适合现代社会 于是新的医学 医疗方式由此而产生了 而古老的巫术和医术 以及他们的方法 都被无情地淘汰 甚至被禁止 如果你遇见一个 自称是中医的中医 他既不会巫术施法 又不懂五行八卦 那么他就是一个假的中医 至少是一个雍医 一台70%的零部件 都彻底没有了的飞机 你敢乘坐吗 现在我们见到的 所谓的中医 也只会动作和用药 这两部分 而这两个部分 对于中医来说 都只是辅助部分 也就这么点 可怜的辅助的部分 也因为日久天长 而荒废了不知道多少 至少药品的原材料 就已几千年前大有不同 过去为了达到因人而异 原材料采集和成药制作的地点 时间方位都因人不同 离开了因人而异 中医就已经不算是医了 其方法和药品 只能作为一般性的保健来运用 就像广东人煲汤时 放着许多与汤无关的植物一样 你喜欢就吃喝一点 不喜欢不吃不喝也没关系 至于什么东西 可以克制武汉病毒 我既不是科学家 也不是医生 但可以根据 易经的理论推演出来 只是这可能已经不重要了 也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以后有时间和机会 可以再探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пожалуйст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